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有报复 可能有人会觉得挣钱太苦太难了 花钱还不简单嘛 但当花钱被限制了一系列条件后 你会发现 想把钱甩掉 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 二爷限定了王多宇的花钱方式 这笔钱不能用来做慈善 也不能用来做违法的事 而且只能在西红柿内花 为了把这十亿元花得一分不胜 王多宇绞尽脑汁 如今我们在电影院 看着西红柿上富横富大笑 却不知道这个故事早在一百年 钱就被编出来了 1902年 美国路易斯安娜周恩学黄金一代的代表人物 乔治·巴尔·麦卡琴创作了一部名叫《布鲁斯特的百万亨彩》 《布鲁斯特的小说》 1902年出版《布鲁斯特的百万亨彩》 这部小说讲的便是一夜暴富的故事 一个年轻人原本继承了祖父的一百万美元遗产 此时一个更有钱的叔叔出现了 叔叔想留给他七百万 唯一的条件是在一年之内花掉祖父给的一百万 否则就什么也拿不到 1906年 这部小说第一次被搬上百万亨的舞台 而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 又被多次翻拍成电影 故事经久不衰的讲了一次又一次 只不过主人公继承的遗产越来越多 花钱的限制时间也越来越短 具体来说 西红柿首富是根据1985年 《环球影界出品》的一个电影版本翻拍的 1985年电影版《布鲁斯册的百万凤才》 这个电影版的特别之处在于 他将故事从个人延展到了社会层面 比如 电影深刻的讽刺了美国的竞选制度 在电影中 摇残万贵的主人公为了花掉钱 最后一致千金 参加纽约州上选举 对疫情节的设置 无疑是讽刺美国政坛中资本对于政治的绑架 而本地化之后的西红柿首富中 也容不少对于现实的应受和讽刺 比如 王多宇这个看起来只是个异的发型 像不像王家那小谁 在现实中 王健林曾经给过王思聪五个异 本来打算让他花钱买教训 败光之后回万达乖乖上班 可结果 这五个小目标 逐渐变成了小猫直播等公司 钱也越变越多 和王思聪一样 想进一 接办法花掉遗产的王多宇也发现 钱是花不完的 为了败家 王多宇成立了一个投资公司 雇了一个不靠谱的雇问 大量买进了理由 可没想到的是 一所学校在附近建了起来 烂尾楼一下变成了学区房 王多宇的钱又翻了一番 烂尾楼翻盘的事儿 在现实中也真实发生过 2017年 融创中国的孙孔斌 就以102.54亿的价格 收购了烂尾楼天津新药 如今 这里成了融创集团 在天津战略布局的重中之中 而这个烂了十年的项目 作为二手房却价格稳重有生 除此之外 潘11的所有中国和李贵宾的光耀东方 也都是业内知名的烂尾楼 楼是火爆 不如试试买股票吧 在另一项败家行动中 王多宇欧林 了全部的绿股 打算赔个底调 与此同时 他还好指千万元与金融大佬拉菲特吃了一顿午餐 咨询他怎样才能把钱败光 没成想 正是这顿午餐让王多宇出了名 不少中小股民认为他从拉菲特那里得到了投资消息 无脑跟风买入股票 结果硬生生把之前的绿股给炒起来了 而王多宇的投资经理 顺势高位套现离场 狠狠的收割了一把韭菜 跟股神吃饭后股票大涨的故事 在现实中发生过不止一次 2008年 私募教父赵丹阳花了211万美元与巴菲特共进午餐 并推荐他关注物美商业 随后该股暴涨 赵丹阳 竟赚1.3亿港元 2015年 天神娱乐董事长 朱叶花了235万美元与巴菲特共进午餐后 公司股票从66元一路涨到125元 朱叶成功套现 王多宇接女散花般的花招钱 结果钱却像有繁殖能力一样 越来越多 而普通人拼死累活的挣着钱 钱却像会蒸发一样留不住 一个不劳而获的人却能合理的拥有着你们一辈子 都奋斗不来的财富 不欠不欠奏啊 最后王多宇坐在钱堆上替观众喊出了心里话 可在现实中 有钱人越来越有钱 穷人越来越穷的结局 也许并不会改变 西红柿首富 并非是想给观众泼一盆冷水 影片的落脚点最终落在了一个人面对金钱的态度上 为了救助遭到绑架的女主 王多宇放弃了遗产 在金钱与爱情 人性面前做出了选择 原来这只不过是她面临的最后一关考验 通过考验的她 最终还是获得了三百亿元遗产 并抱得每人归 但经过这一次选择 王多宇和观众也许都明白了 这个世界里 有许多事情比钱更重要 曾经为了继承遗产而苦恼的王多宇 和那些因为她有钱而钱来贵钱的人 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 无论拥有多少钱 他们都是金钱的奴隶 但做出选择后的王多宇依然富有 却不再被金钱操纵 而是真正成为钱的主人 路苏说 金钱应当是保持自由 实现价值的一种工具 而不是使自己成为金钱的 努力 这或许就是西红柿首富 想告诉我们的 只有当你不再为金钱而活着时 你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自由而富有的人 作者 莉莉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环球人物 请关注 微信公众号 ID